Hillow 大家好我是John 大家去看了經濟隊長了嗎? 因為今天要討論的東西 不是像彩蛋一樣那麼簡單 而是電影裡面的四個BUG 所以這支影片會有滿滿的爆雷 所以還沒有看過電影的朋友呢 請先到電影院去看電影 然後再來看我們這支影片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記得按下右下角訂閱我們 看更多的Tipper亮影片電影分析唷 第一 神論局名稱出現時間 當我們去看媒體時影 當弗瑞介紹自己是來自稀有的時候 我就覺得哪裡怪怪的 我一直記得 Shill這個名字應該是在電影 《鋼鐵人1》最後才出現的 《鋼鐵人1》的前半部 當Coulson在跟小辣椒自我介紹的時候 他是把Shill的全名說出來 我是Agent Phil Coulson 在《鋼鐵人家公司》 《鋼鐵人家公司》 那是很嘴巴 我知道 我們在工作上 鋼鐵人Tommy Stark 也有跟Coulson講過類似的建議 Mr. Stark 是的 Agent Coulson 是的 那個人從... 《鋼鐵人家公司》 《鋼鐵人家公司》 2008年的時候 考生不會這樣自己介紹呢 是故意的嗎 是考生在裝傻 還是電影的BUG呢 2 驚奇隊長會預知未來 當驚奇隊長在太空研究室裡 被YUNROC一群人抓起來的時候 他被逼著去找 至高智慧的那個場景 你們還記得嗎 那時至高智慧解釋 他除了可以進入生物腦中 跟他們的對話外 還可以從他們的潛意識 記憶中找到一些 個人的經歷跟遇過的東西 這也是為什麼驚奇隊長找回記憶後 至高智慧第二次出現 就穿起了飛行員的皮衣 後面還多了一台黑膠唱盤 在播放90年代 Lirvana的 Come As You Are 但這其實是個BUG 因為以時間軸來說 驚奇隊長應該是在1989年離開地球 然後在1995年才再回到地球 但這首歌是在1992年的時候發行 所以他怎麼可能會聽過呢 如果硬要解釋的話 那應該就是他在外太空還有在聽地球的歌 不然就是在地球的那短短一段時間中聽到的吧 不管怎樣歌還是很好聽啦 3.請教我 Fury Fury在驚奇隊長的電影裡面有說過 所有人都會叫Fury 不是Nick 不是Nicholas 只是Fury 我的朋友 我的父親 我都會叫Fury 所有人都會叫Fury 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才會發現長官 Heller 是斯克魯爾人塔洛斯假扮的 但其實之前在MCU中 也有人教過他Nick 像是美國隊長2的時候 世界安全理事會部長Piers 也是神盾局的前局長 也是Fury的老戰友 就曾經叫過Fury Nick Nich 難道是因為Fury早就知道Piers不是好人 早就猜到他可能是九頭蛇的高級幹部嗎 所以才會讓他叫自己Nick 但這樣也說不過去啊 因為美國隊長也叫他Nick 難道美國隊長也是九頭蛇的臥底 還是這個謠言之爭的呢 那他的好部下Maria Hill呢 在復仇者聯盟3片尾中 當Maria化成灰塵的時候 他很慌張的叫出Nick 他不會也是九頭蛇法 所以這應該算是一個Bug吧 因為之前的電影裡面 很少有人會叫他Fury 除非是在遇見驚奇隊長之後 他改變了他的原則 不然就是Nick Fury當時在耍帥而已 好下一個Bug 4 Fury的時間軸對不上 還記得在鋼鐵人2中 Nick Fury有跟Tony Stark說過 他不但認識還有跟Howard Stark合作過 但是在電影驚奇隊長中 1995年的Nick Fury 在神盾局中只是第三集的特務 算是比較低階的特務 甚至連當時的天馬計畫都不知道是什麼 從我們上一集整理的宇宙魔方時間軸來看 1945年 當Howard Stark在太平洋底找到宇宙魔方後 就開始研究宇宙魔方 不但是神盾局創辦人之一 也是當初展開天馬計畫的人 而在美國隊長3中 我們發現史塔克夫婦 在1991年的時候被酷寒戰士謀殺 登登!Bug來了! 如果Nick Fury在1995年只是一個三集特務的話 那在1991年的時候 Nick Fury應該只是一個菜鳥才對吧 怎麼可能會跟Howard Stark工作過呢 在鋼鐵人2中 Nick Fury還講 Howard Stark曾經跟我說 他的兒子是唯一一個有能力 以及有知識能完成他未完成工作的人 並且把未知的元素研究交給了Fury 身為一個隱秘計畫高階主管 你真的會跟一位菜鳥說那麼多嗎? 所以我們合理推測 這應該就是一個漫威時間軸的Bug 如果製作團隊硬要說 這個不是Bug的話 那合理的解釋只有一個 那就是MOTHERFUCKER很愛騙人 除了在Carol Danvers前耍帥 說大家都叫他Fury 騙考生說他的眼睛是被克里人用瞎 還跟Tony Stark裝熟說 我跟你爸很熟呦 還隱瞞了考生其實已經復活 假死等等 他真的很會騙耶 畢竟MOTHERFUCKER的地位很高 可能真的是為了達到目的 不擇手段的一個人 還是這是Bug呢? 唯一能確定他沒有騙人的就是 他好像真的不吃血切的三明治耶 當然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發現的Bug 如果不同意見或是同意的朋友 也請在下面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吧 喜歡Tipper亮影片 挖特級的朋友 請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plastic 快點 Detective 這個 undeapple 我們下次見